苏迪曼杯终于落下帷幕 主场作战的国宇没有让冠军旁落 这个准国球 一直是中国人的骄傲 而中日一战应该可以再入苏碑历史 原本国宇已经要出局 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就插开香槟庆祝 放松了对王口的争夺 而刘宇辰自从以双塔组队 从来就没怕过日本 欧选一更是为自己证明 恰在刘宇辰心中的奥运决赛之痛 应该烟消云散了 本届苏碑 国宇让日韩的心血管遭遇巨大打击 尤其是被决定逆转的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 估计要回国好好看下内科 而一直在板凳席嚣张庆祝的戏本拳态 估计也扛不住了 到了决赛 徐承载同样要时间恢复 毕竟在上封球还手握一局 结果让雅思决定逆转 第三局发个球都手抖了 倒是可以和几位日本球员一起挂个号 以后再碰国宇 自信心会受到严重影响 而国宇这边 小冯恐怕也在挂号之列 黄东平已经是奥运冠军 没什么好遗憾的 冯彦哲在最后颁奖时 能看出还是没释怀 但小冯毕竟年轻 支持而后勇为时不晚 都说日韩大赛任性是很棒的 敢打敢拼 勇不延弃 而国宇只要有一场打不好 就要被质疑为没有拼命 没有努力 消极比赛 这是一种染骨病 确实日韩球员的比赛气质不错 经常会有超水平发挥 但苏迪曼杯的冠军术说明了一切 国宇明显才是最有拼劲和斗志的球队 有些人总会忽略中国的九个优点 抓着一个缺点去批评 总会看到外邪的一个优点 而忽视九个缺点 在本届苏杯淘汰赛 中国台北迎战韩国的南双比赛中 李扬扭伤脚踝 坚持了几回合后被迫退赛 被队友搀扶离场 中国台北最终因此被淘汰 李扬被一些人吹捧为职业典范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宇身上 却被粗暴忽视 当年李俊慧 李雪瑞和石宇齐 都曾带伤坚持比赛 结果出球后只责声铺天盖地 万协会球员的坚持 就是体育精神 国宇的咬牙拼搏 就是消极代工 如果我们这样对待 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他们也没有理由 对一些人表现出尊重 这次苏迪漫杯 国宇连续逆转 号称斗士的日韩 打脸了很多人 用他们吹捧的方式赢下了冠军 而国宇多人都是带伤出战 他们没有一个人选择逃避 都坚持到了最后 也治好了那些看到外协会 就想跪下的国人 而最后要说的是 运动员有巅峰 更有低谷 比赛场上的事情 就留在比赛场 批评也要留在 合理通奸范围内 对球员的人身攻击 要零容忍 国宇需要我们一起保护